我就知道你若出手一定成功 每个进入炎黄秘境的人 都会身处各自的独立空间 进行单人实验 在这里必须找不出全部行为才行 我引流光 十招也过 现在胜塔应该不会太离谱 战斗该结束了 虽说这次没跟寇家起大的冲突 但那是斯嘉联和寇家 密聂家的根本原因 实是为了抢夺零原矿脉 所以现在乖乖交出你们的人头吧 我转来此早过夜 等的就是你们这条尾巴 清风一剑 我没什么强大的背景 也没什么特别的身份 但我聂风就是你成家忍不起的人 只有学权浩天剑底 凑出这样剑决第四十 来不止以后再被逼至绝境 若兵 这一次 我并会护你一世周全 举不再让遗憾重现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宁师弟现在如何了 上苍 我既所既功的 还请一如既往 加持在宁师弟身上 帮他平安借跑了 不再疼我 不再疼我 师姐 这一次 我去不让你比我而去 就你们四十八岁的老男人 也费得少尸起 唯逆宗主令 就是反叛 聂风 你们想叛作不上 我聂风这人就是反了 我联赖武俄 也不合 我就将你随时万断 师姐 你的寒度更多再多了 你永不上天子 明日也是你的死期 师弟 你先走吧 放心 有我在 妖王风 聂风 请自教 我曾与很多修炼过 战天屠戮的物责交过手 你败定了 玄火剑法 满羊落日 咱们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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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山师兄 上一届五蜂大比 药王蜂可是夺得了第二名 药王蜂今年连个真元就巅峰的弟子都没有 应该与前三无缘了吧 哼 排名如何 要比过他才知道 下一场 好与虎 对战 徐一凡 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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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蜂 别以为真元静终起门就多了不起 跟我们耗杂作为 绝对没有好下场 哼 下一场 颜若冰 对战长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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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场 聂峰 对战 短星辰 哼 怎么还有真元静中期的弟子 真元静中期都能上场 真元静中期就这么强啊 以前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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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元静中期就这么强啊 以前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啊 你疯 你给我等着 第一轮结束 八人晋级 下一轮 第一场 浩仪虎对战岳思明 第二场 浩飞田对战魏雪仪 第三场 浩化元对战颜若冰 第四场 行野对战聂峰 景山师兄不必沮丧 聂峰和颜若冰能进入八强 已是不错 你们怎么这么肯定 聂峰和颜若冰只到八强了 景山师兄 你未免太有信心了吧 颜若冰暂且不提 那个聂峰和行野之间 可差着两个层次呢 第一场 浩仪虎胜 第二场 魏雪仪胜 第三场 浩化元对战颜若冰 浩化元好歹也是个真圆镜巅峰的舞者 颜若冰这一轮也到头了 小战颜若冰 游战颜若冰 以后居然没发现 但呢 这种女友 可真是不错呀 有着 广州 三角 啊 独生 冰 以后 师兄让你三招 如何 不必 我若出手 你未必能坚持三招 三招就想战胜后化元师兄 开什么玩笑 我倒要看看 师妹究竟有多强 竟有这种口气 谢飞 杨冰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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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高 宣兵唤音音 宣水针点 只能修炼出如此强大的寒冰针器 景川师兄 它的寒冰针器如此强烈 是因为 它有阴寒属性的特殊体质吧 你藏的可真够深的呀 承让 第四场 行野对战聂风 景川师兄 我好意思了 虽然聂风天赋不错 但是 对上行野 他毫无声索 行野实力之强 远胜于普通的真元景巅峰 就算聂风也有特殊体质 他也胜不了行野 是剑野凝石 竟然是剑野凝石 这可是宿魂境尊者才能领悟到的剑野凝石 它不是真元景中心的行为吗 剑野凝石 是我刚套入真元镜的时候 本能确行人 现在我的精神强度 还远不及我王室的些许半点 但也足够震慑他们了 精神强度 精神强度 尤其是那聂风 见到天赋如此出众 日后必成大器啊 还好还好 未来能走多远 还要看他们的机缘造化 若你们知道他们一个是真阳之体 一个是太阴之体 定会你现在更紧的 至少现在聂风的修为还不够高 这一战 行也必胜 没想到这家伙的剑当天赋这么高 若才同境界同从此 我还真不是他的对手 可惜 他现在还是真元境中气 以我差两个级别 你有很强的剑义领悟 可惜修为太低 刀剑无言 你可得当心了 战天君 我曾与很多修炼过战天屠戮的物质交过手 摆定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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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风悬火剑法的造诣 已经达到登峰造极之境 在他手中发挥出的威力 完全不亚于好天进入 烈鹏竟将悬火剑法 修炼到这种地步了 风雨连城 风火连天 你敢伤我 刚才谁说刀剑无言呢 既然你怕受伤 直接认输不就好 你 清川师兄 你这个弟子 竟如此心狠手辣 行爷有什么想法 难道你不清楚吗 还是说只能行爷伤聂风 你 宗主 武风大比 比的是实力 还是比娇规呢 当然是实力 那就好 如若有人受不了受伤 最好趁早退出 输了就是输了 怎么还能说出这种话来啊 是啊 怕受伤就别参加呀 输了就别狡辩了 让行爷速速退下 行爷 快给我滚下去 第四场 你也封胜 聂风师兄好厉害呀 你和若冰师姐 太给我们药光风争光了 是啊 这个行爷 秀为比聂风高这么多 绝对还能落败 你不也是一样 跟聂风越两极击败 那是意外 他只不过是碰巧 破了我的浩天剑路 浩天剑路 是我浩家绝选 代表着浩家的威严 你用浩天剑路都能被人越两极打败 不是更丢人吗 好了 虎哥 你就别说我了 还是想想怎么对付聂风吧 我可是浩一龙的亲弟弟 除了我哥以外 本宗年轻一辈 谁受到对手 那是 那是 最后一轮比试 第一场 由浩一虎 对战聂风 浩一虎师兄 可是除了浩一龙师兄外 本宗的第一天才 我看聂风的胜算不大 是剑衣 聂风这下凶多吉少喽 小心 浩天风浩一虎 请自教 药王风 聂风 请自教 若这一战聂风火射 那么第一非他莫属 到时候 他就能进入箭塔 学习浩天见点 可浩天见点 想来是浩家弟子 才可休息的功法 外星弟子始终 一虎 此战若败 就去词堂 对着浩家列祖列宗 罚贵一个月 啊 看剑 玄火剑法 不会吧 一虎师兄居然占不到半分便宜 这你眼方 宝败能看出一虎师兄的剑道 他为何每次都能画解我的招式 这个聂风 在剑道领悟方面 明显胜出一虎许多 一虎每次出剑 眼方都能精准到这破坏进行反击 你们可不知道 我对浩天见的有多了解 浩一虎 你就这点能耐吗 眼飞红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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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曼乾寬 七曼乾寬虽然剑旗密布四周 但哪刀剑旗的威力都不强 只是数量多而已 哼 大御荒荒 果然是这种 南阳落日 真阳剑决是我以众多顶尖剑术融合而成 被浩天剑典引过之而无不及 我又是真阳之体 你根本毫无手传 涅风施展的是什么剑术 我怎么从未见过 我怎么从未见过 再战了吧 我堂堂坐门天剑 怎么败给你无名小作 第五哥 床云真有你的 你刚才施展的是什么剑术 黄景川可不会这样的剑术 谁教你的 什么 这么厉害的剑术竟然不是浩天宗呢 不会是别的宗能盼来的卧底吧 还好我谨慎 没有试探紫阳宗的绝学 这是我自创的剑招 这怎么可能 自创的真元经就能自创出如此厉害的剑术 难道 特别好 怎么总是被死边剑术的剑术破掉 你难道不解释一下吗 这有什么好解释的 涅风刚才使用的 既不是紫阳宗的焚天剑典 也不是万剑宗的万剑钢器 世界没有哪个剑术能与之匹配 足以证明 这个剑招只能是他自创的 他这般年纪这等修为 怎能创出如此玄妙之剑招 我看 阿成他有什么奇遇 或者入了什么遗迹 获得了某种失传的上古剑术吧 这确是我自创的剑术 涅风是难得一遇的剑道天才 我相信他说的话 你先下去吧 好 好 总算蒙混过去了 好 好 涅风如此厉害 看来我们妖王风 这次终于不用垫底了 不但不用垫底 还很有可能是第一呢 不对 第一第二都是我们的 听说上一次这种光景 还是在八百年前呢 八百年前 要是伊龙师兄才 这个涅风绝不可能要 还说我丢人 结果你我也一样 被打败的不说 竟然还装晕 下一场 魏雪仪对战炎弱兵 下一场 魏雪仪对战炎弱兵 魏师姐身为荡天风主卖弟子 不但身份尊贵 天赋绝佳 长相也十分出众 绝对是咱们浩天宗的第一美人 第一美人 我觉得还是炎师姐更美些 特别是她的气质 冰山美人呐 妖王封炎弱兵 请指教 荡天风魏雪仪 请指教 战天八世 王封炎弱兵 邀楚小 这一战涅风火射 那么第一非它莫属 到时候它就能进入剑塔 学习浩天剑典 可浩天剑典 想来是浩家弟子 才可休息的功法 外星弟子始终 一胡 此战若败 就去祠堂 对着浩家列祖列宗 罚贵一个月 看剑 玄火剑法 不会吧 一胡师兄居然占不到半分便宜 这涅涅风火射 我不能看出一胡师兄的剑招 他为何每次都能划击我的招式 静川师兄 你竟收了两个如此惊艳的弟子 尤其是那聂锋 见到天赋如此出众 日后必成大器啊 还好还好 未来能走多远 还要看他们的机缘造化 若你们知道他们 一个是真阳之体 一个是太阴之体 定会比现在更紧讶 至少现在 聂锋的修为还不够高 这一战 行也必胜 没想到这家伙的剑道 天赋这么高 若才同境界同从此 我还真不是他的对手 可惜 他现在还是真元境中气 以我差两个级别 你有很强的剑义领悟 可惜修为太低 刀剑无言 你可得当心了 战天军 我曾与很多修炼过 战天屠戮的武者交过手 坏地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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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山师兄 上一届武峰大比 耀王峰 可是夺得了第二名 耀王峰今年 连个真原警巅峰的弟子 都没有 应该与前三无缘了吧 排名如何 要比过了才知道 下一场 奥与武 对战 徐一白 快 真原片的御剑 小医生 迷安 一切 是 幻想 来 有 幻师 遇见 有 也然 人 在 他 也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层难度会搞出两个境界 前世我就直不会死 今生我绝不会输 玄火剑法 他竟比后一虎还强 残阳落日 结束了 我终于做到了 玉剑能 为何此人如此野兽 昊天老祖 他怎么会出现在此 昊天宗 要王丰首座倾传弟子聂丰 拜见昊天老祖 没想到还真有人能够闯过箭塔九关 而且还不是我昊天的子孙 为何在他身上感受不到气息 听说 修炼到五圣境界之后 精神意志便可凝实显化 称之为显圣 现在的他 难道他 难道只是精神意志 我虽不是老祖您的子孙 但也是昊天宗弟子 一直以来 我最崇拜的人就是老祖 你不是我昊天的子孙 也就没资格 我学习完整的昊天见点 我们昊天宗不需要外星天才 果然是个骗局 如果你只闯过前两层 将会守望昊家的得力战将 但你偏偏闯过了第三层 足以威胁到昊家根基 所以就此安息吧 昊天老祖 你若真身还在 倒是有资格定我的生死 可惜 你现在不过是一道意志分身 也敢在我面前狂吗 哼 小子 胆子挺大呀 哼 炼藏球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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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残阳落日 这可是速魂警才能展现出来的实力 此电飞红 这次电飞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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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